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一开始成功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女人 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这是欲望 我觉得欲望是不可回避的 拍了一部叫好又叫做的影视剧 从演员转型成导演后 陈思成在节目里大谈男女之事 你会发现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一开始成功的动力都会来自于女人 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这是欲望 我觉得欲望是不可回避的 陈思成是一个打从骨子里就不尊重女人的人 她的眼里不会有平等的两性观念 和这样的男人结为夫妻 佟丽娅注定要吃骨头 陈思成出生干部家庭 父母花了大力气培养她 所以她从小就多才多艺讨人喜欢 陈思成的前半生堪称顺遂 虽然在19岁年年因为打架斗殴 被上海戏剧学院开除 但在21岁时又考上了中系 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陈思成的身边一向是不缺女人的 朱亚文的老婆沈嘉妮 演过野鸭子的女演员曹西文 都曾和陈思成有过一段情 而他们之所以分开 还是因为陈思成太花心了 一般人根本想不住她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看起来柔弱温婉的乖乖女佟丽娅 是如何拿下花心大少陈思成的呢 北京爱情故事是陈思成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作品 她为此投入了很大的心血 佟丽娅作为女主角 是被陈思成从千万人里挑选出来的 第一次看到佟丽娅 陈思成就被她的美貌折服 拍摄期间 长达数月的朝夕相处 更让她陷了进去 所以她当即理断地展开了追求 面对大才子的火热攻势 佟丽娅怎么可能不动心 但她并没有接受 因为她觉得对方太优秀 让她没有安全感 她只想找个圈外的普通人结婚 一次受挫 无法阻止陈思成的念头 于是她找到佟丽娅的好闺蜜杨幂 在杨幂的撮合下 陈思成如愿抱得美人归 正式交往后 两人感情进展十分顺利 但佟丽娅心里 始终有道迈不过去的坎 陈思成不肯官宣恋情 他们只能偷偷谈恋爱 佟丽娅性格敏感 容易缺乏安全感 陈思成越躲藏 她却越心慌 于是她兵心显招 在录制快乐大本营时 单方面官宣了恋情 同台的陈思成被打得措手不及 但全国观众都看着呢 再不情愿也只能咬牙刃了 2014年初 佟丽娅和陈思成举行了婚礼 成为人尽皆知的恩爱夫妻 从佟小姐晋升为陈太太 此时的佟丽娅仿佛泡在蜜罐子里 但她把一切想得太美好 一纸结婚证就能束缚陈思成吗 花花公子会因为结婚变成好男人吗 每一个人都会有背叛或者游移 游离 一个人都可能会有瞬间的想法游离 但有的人是很多 有的人少 对于就是老公心理的背叛和身体的背叛 能够原谅哪一个 回家就好 在婚后的某次采访中 陈思成坦言 一夜情比比皆是 每个人都会有背叛或者游移 会有瞬间的想法 陈思成说出这番话时 佟丽娅也坐在旁边 于是采访的记者就把话筒递了过去 问她 对于你老公身体的背叛和心理的背叛 你能原谅哪个 佟丽娅只能苦笑 我觉得回家就好 陈思成的三观崩坏暂且不提 佟丽娅作为21世纪的杰出女性 长得漂亮 也有自己的事业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这也让人免不了好奇 在他们的这段婚姻里 佟丽娅的姿态到底有多低 新婚第一年 陈思成就曾传出 与女演员张璇优惠的绯闻 这件事闹得挺大 不仅上了报纸 还引来圈内明星聂远的围观 聂远是陈思成的同班同学 他直接告诫陈思成 做人要厚道 这基本算是实锤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指责 连续数月 在外地拍戏的佟丽娅 赶来救驾 他说 狮子女育夫有高招 真不是什么大事 轻描淡写地将这件事结果 2015年 陈思成和另一位女子 恋情被曝光 由于这位女子过于嚣张 光明正大的挑衅原配 这次事件 几乎引发了全民齿挂 一时间 心疼佟丽娅被顶上了热搜 即便这样 他还是选择了原谅 在今后的几年 陈思成接连被曝出婚内不忠 每一次都是一片骂声 但佟丽娅似乎都没有追究 陈思成和佟丽娅的婚姻后续 几乎成了一场闹剧 男方一次次跌破底线 让大家对他的风流见怪不怪 女方一次次委屈求全 让粉丝乃至路人都血压飙升 大家哀其不幸 却又怒其不争 佟丽娅在爱情里为何如此卑微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她脚踩渣男 手撕小三的爽文剧情 我不允许自己是那种 碰到事情就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2017年 佟丽娅参加星空演讲师曾说 我不允许自己是那种 碰到事情就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从佟丽娅对待婚姻的态度来看 她确实没有哭哭啼啼 相反 她很大度 大度到让多数人都难以接受 深入探究佟丽娅的过去 就能发现 她性格上的过度包容 与她的原生家庭息息相关 佟丽娅出生在新疆的一个艺术世家 她的爸爸思想古板 重男轻女 因此 她从小就被教育 要懂得隐忍 上小学时 佟丽娅大部分时间 都是自己回家的 其实爸爸的单位就在学校附近 但她从来不肯接送孩子 马路上的车流又急又快 佟丽娅才几岁大 总有不小心的时候 有一次 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了 左眼肿起了一个很大的抱 幸好只是伤到了眼角 回家后 妈妈心急如焚 爸爸却没放在心上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这让佟丽娅明白 她必须出人头地 让爸爸刮目相看 和陈思诚结婚时 佟丽娅的爸爸告诉她 你嫁过去以后 要多干活 好好伺候她 佟丽娅记住了爸爸的叮嘱 对陈思诚的婚内不忠行为 一忍再忍 甚至到了卑微的境地 但她并不知道 一个女人如果不爱自己 那么她付出的再多 也很难得到男人的尊重 或许是吃够了爱情的苦 2021年 佟丽娅夫妻终于宣布离婚 国人向来劝和不劝分 可对于她们的离婚 舆论基本一边倒 所有人都在祝福佟丽娅 远离渣男 脱离苦海 甩开婚姻的捆绑 佟丽娅以全新的姿态出发 她剪了短发 跨界主持了国家级大舞台 重新回归歌舞团 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又稳健 佟丽娅的个人经历 是一个典型的小女孩 成长为大女主的故事 从弱小到强大 她的蜕变 堪称涅槃重生 欢迎光用温暖的一步